溢水欧江将这里划开 上北有世界上最早的古坝 屹立不倒 下南的风光则是媲美 丰丹白露森林的绿水青山 好久没有画画了 但来到这儿呢 就不由就是画性大发呀 所以呢今天来的里水这儿啊 都画了这幅画 给你们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 古坚画像是何等的绝眉啊 那通气坚还远吧 这上面呢 很近的 我这前面 古坚画像古坚 坚就堤坝就指这个通气坚 距今应该是一千七百一千八百年 因为在这儿修了这么一个堤坝 所以下面呢 说有大概六万多亩粮田被灌溉了 因此呢当地有说法是 先有这个通气液 后有楚州城就离水 因为这个离水的楚州城啊 是到隋朝年间建的 前后又差了一些年代 所以因为有这个水利 下面有粮田 才后来有那个 古楚州现在离水城的出现 从古坚的壁湖镇到大岗头镇的画乡 只能穿行于欧江之上 坐着船上很难不被江边的巨大西兰花锁定过 看这被称为浙江第一树张树 一千三百年了 这浙江第一树是说它大还是年龄大 不是 因为我们天年古张树 都会面临的十张九 而这一棵张树呢它是实心的 这很像是我们浙江人实干务实的 这么一个精神 听说在这里的自然环境 还孕育出了一个画派 离水巴比松 习总书记呢它就说它是在浙江的时候呢 它有巴士来过丽水 然后它对这边的印象深刻 我们这边是秀山丽水 天生丽自 空气好 环境好 巴比松画派呢 对它也是印象极其深刻 对我们的古研画像呢 也是记忆游心 因为过来学的都是初学者 一般都教比如书签哦对吧 弹弓哦还有梳子哦 这些易懂的 您说这些都是小朋友还是 对小朋友大人的话我会教一些捕捉 挂罪 您能教我做弹弓吗 我们小朋友最大一样是有三公斤 但那时候有铁丝窝的 或者有树菜 对对对 小兵干哪里面有这个 真只好打下灯拉得更紧细 还好久的平时都给它打到 手工的话都基本上锯着 这种钢丝锯拉到也不会伤到 斜了进去 其实这个对于很多理工男 其实要做这个要比做乐高 拼得多要好 它弧度全部修成好 嗯嗯嗯 对吧 有粗有细的 细的再修一遍 这个是木锤做什么用的 这是放手指的 哇这还打火机 对 这是德骨 德骨 做个小型模具 你昨天做过什么东西啊 一个白白纸你做的什么 是在哪里 哦在哪里啊 哪里啊 是这个吗 怎么做的 一个白白纸你怎么做的 先拿木片 这个好多 然后呢 这就一样子了 对啊 哇 哈哈哈哈 吃糖吃得多吧 晚上喝牛奶吧 每天一听 晚上喝牛奶吃完了 吃个刷牙子 晚上做不刷牙子 晚上睡觉去刷牙子 刷牙子 刷牙子 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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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 在哪里啊 在哪里啊 往哪里啊 在哪里啊 很明显 看什么来啊 让你去 从1500年前的通情院灌溉万武凉田 到今天小酸奶可以随意畅想未来 从吃饱到吃好 古艳画香用艺术连接了诗画声